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是给大家做十几分钟的白化佛法节目 听众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修心 修心人 整天的想象着自己 要登上彼岸 其实 这个是对的 但是问题 你怎么来登上彼岸 怎么样让自己能够 有处理心 修心人 必须具有 很神圣的一种念头 这种念头 就是让你能够 进入到佛门的念头 首先 佛门修心人 我们要调伏自己身口意 因为身体 和嘴巴 和意念 最难改 你习惯做一个动作 不好的动作了 你说要改难 难过不难过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在家里 某一个动作 很不爱干净的 扣鼻子啊 挖耳朵啊 你说你要想改掉多难呢 好了 你当人家客人做出来了 多难看 那调伏什么意思 调 就是把它调整过来 伏就是降伏 自己身上 有什么毛病 一定要改掉 嘴巴 不要讲 不要讲 祸从口出 不讲话 你不会死的 你一讲话 你就砸锅了 很多人不讲话 蛮好 一讲话 他就砸锅了 意念要干净 啊 你的意念怎么干净呢 就永远不要去动妄念 你就干净了 啊 你要自己要懂得 我今天 啊 正念 现前 不动妄念 心中老想着菩萨的庄严相 心中老想着 我是观心菩萨的弟子 我必须 我必须 具有 实德 就是实种德性 啊 道德水平 道德水准 啊 我必须 离开 爱欲成 什么爱欲成啊 不要有对某一件事情 特别挂爱了 不要有对某一件事情 爱得不得了了 哎呀 我一定要得到他了 我一定要怎么样 这种欲望 就像灰尘一样 在你心中 所以要去除这些东西 啊 要懂得 心中老想着佛 老想着 啊 我们 过去的人天师范 人天师表 想一想 比我们修得好的人 他们是怎么修行的 他们是不是有道德 他们是不是为了众生 而舍去了 自己很多的利益 经常想一想别人 啊 要把自己心中一切的恶缘 全部把它去除掉 天天想登彼岸 天天 想让自己获得解脱 但是呢 又不肯守戒 你要守啊 五戒最起码的你要守啊 对不对 你做人都要守五戒啊 不要说做菩萨 你说说看 我们做人 能偷东西吗 能偷盗吗 能杀生吗 对不对啊 大道人 小道动物 都不应该杀的 不应该妄语啊 你说是一个好人 为什么吹牛啊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喝酒 警察在马路上天天在撤酒呢 所以佛陀早在两千五百年 那个时候还没汽车呢 佛陀为什么就叫我们 要戒酒啊 现在知道了吗 喝酒 连警察都要管 因为你喝完酒 你就撞死人了 所以 还有一个 啊 就是 啊 借邪淫 佛陀在两千五百年前 这就知道 人的一个毛病 就是淫荡 这个会让你破除你心中的 啊 这个佛性 会让佛性离开你的 你去看看 凡是淫荡的人 到最后都会出事 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 啊 是不是这样 我们很多人 年轻的时候 啊 不懂得怎么样 守身 不懂得怎么样 守戒 最后 犯了淫荡的毛病 会非常的后悔 啊 非常的后悔 所以我们有时候 要想学佛到彼岸 就要生起 大慈悲心 学观世音菩萨 啊 我们 要懂得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的人很可怜 啊 怎么样让别人能够解脱 这就是你 广及一切善 度 化有缘众生 只要你今天 还有点良心 我就度你 只要你今天 跟佛有一点缘分 我就对你好 这样的话 你多做善事 你哪来的恶业啊 啊 所以 我们说 就是在行住坐卧当中 作为一个修行人 啊 也要 安于 把自己的心啊 安于拒进处 好好静下心来 啊 啊 不要 啊 去做一些 啊 这个 伤害别人 和伤害自己的事情 啊 行住坐卧都要 降普自己的虚妄心 虚妄心什么 哎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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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该得到的 想去得了 不应该做到的 做做 不应该去做的 他去做了 啊 在人家面前 要面子了 死要面子 活受罪啊 等等 全部都是虚妄心 啊 多向别人学习 专心修心 啊 要观生不尽 知道自己啊 哎呀 自己很不干净了 自己本身都很不干净 啊 所以 要懂得这些 就慢慢慢慢的理解了 啊 所以 诸恶不能做 诸善 必须行 啊 这是师父讲的 台长讲的 啊 必须行 啊 有善不行 就为恶 你有善的东西 你不去做 你不就是个恶人吗 人家在做好事 你不肯做好事 你不能帮助别人 你是个好人吗 啊 所以 如果 一个人不好好修 一旦无常 到的时候 你只能孤独行啊 所以 我们修心人 想解脱 要努力 修凡行 啊 要懂得 人生 活不长的 念头当中 要想到 所以 要加紧修行 那你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就给大家呢 讲到这里 在这个梦幻泡影的世界当中 不要把什么事情看得太真 人和人之间都是缘分 缘尽了就没有了 所以希望 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 啊 我们 我们做人 不能对不起别人 也不能对不起自己 要念念修行人 念念菩萨情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好好修行 把自己彻底 从人间的烦恼当中 解脱出来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那么我们 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